歡迎收看財經Expresso 晚上好 我是賈詩 首先來看今天的馬股走勢 經過金爹的5月天 馬股在6月首日交易暴劫 由於新政府大部分重要政策及措施都已經出爐 6月首日交易 馬股穩步走高 全天增長15.76點 以1756.38點避市 匯率方面 由於美國決定對進口自主要盟國 的金屬商品加徵關稅 重燃全球貿易佔風險 促使投資者買入避險資產 馬幣對美元摘幅游走 最後攀升至3.9770令吉 接著是今天的市場假意數據 本地機構及散戶 今天近買入2億1632萬令吉 以及897萬令吉 而外資則近賣出2億2529萬令吉 接著來看企業Black and White的單元 雇員工基金局公布截至今年3月31日的 第一季投資收入增加9%至128億8千萬令吉 然而工基金局的房產及基建投資 第一季虧損1億零738萬令吉 主要是美元兑馬幣等貨幣貶值 該局看好今年雨下季度 房產等回酬會逐步上揚 足以抵銷第一季的衝擊 首席執行員拿督沙里爾認為 虽然大選過後 國內市場陷入短期波動 幸而基本面保持強勁 長期展望向好 可是外圍風險依舊不減 因此謹慎看待全年投資表現 接下來的企業焦點 落在印度亚航賄賂消息上 路透社引收消息報導說 印度警方將針對印度亚航 涉嫌賄賂官員 以獲取營運執照和國際飛行許可全一事 傳召亞航集團首席執行員 丹斯里東尼費南達斯 雖然至截稿時 東尼尚未回應傳言 但是他日前曾經在推特上批評說 一些媒體沒有審查事實 就胡亂報導 野村證券認為市場最遭預測是 印度將強迫亞航 結束當地業務 届時該公司盈利 最多將減少3億令吉 今天必是 亞航股價結束三連跌 回彈6仙 收爆3令吉13仙 最後來看丹斯里 陳志遠商業王國的最新布局 陳志遠的長子 拿督司里陳永青 將卸下 陳公多多首席執行員職位 專注於擔任陳志遠旗艦公司 也就是陳公集團的首席執行員 陳公多多宣布 執行董事陳雪斌 將調任為首席執行員 他也是陳永青的妹妹 陳志遠原本已經宣布交棒 過後卻在去年的11月 宣布重新出任 陳公集團的執行主席 讓市場大感意外 今天的下期新聞到此 感謝您的收看 晚安